這一節的環宇大話題要來關注到 二油退市如同是七傷拳 全球的經濟都是受到了重創 國土面積世界第一的俄羅斯 其實擁有豐富的能源 以及貴金屬 農產品等等的大宗物資 那麼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 其實俄羅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那他們就占了世界總供應量 大約是14%左右 然而隨著俄羅斯在2月底的時候 入侵烏克蘭 其實各國就紛紛的對俄羅斯 開始實施經濟制裁 所以讓今年俄羅斯的原油產量 最高可能是會下滑17% 年產能創下2003年以來新低 那麼另外相較於去年 其實日產能1000萬桶以上 今年恐怕是會萎縮到了 最多一天950萬桶 那麼事實上原本俄羅斯 每天出口大約是500萬桶 等於是超過半數的原油 是運往了歐洲 那麼根據IEA的統計就發現了 如果歐盟對俄羅斯實施了石油禁運 那麼每天可能就會出現了220萬桶原油 和120萬桶的石油產品的短缺 那麼對此有分析師就認為說了 歐洲確實是能夠切斷俄羅斯的油源 但是他們需要擬定好一個計劃 循序漸進 如果他們是貿然的中斷的話 不只會導致石油短缺 甚至還會推高了全球的能源價格 反而是會讓俄國得力 還會加劇全球的通膨 減緩經濟從疫情複蘇的速度 那麼隨著歐洲現在試圖要擺脫對俄國能源的依賴 其實中東國家似乎就是少數具備有足夠的能力 有望可以來彌補歐洲石油短缺的生產國 那麼IEA就指出了 燒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其實每天一共可以增產大約是300萬桶石油 然而即使擁有全球將近一半 以探明石油除量以及閒置的產能 但是最主要就是受到了地緣政治風險 還有基礎設施匱乏等等因素的影響 所以中東國家似乎也是沒有辦法成為 拯救歐洲這場能源危機的救命稻草 而且其實不是只有技術能力 中東國家的意願也是要素之一 美國從去年開始就不斷地呼籲OPEC Plus 要增加供應 抑制國際油價的漲勢 但是OPEC Plus他們至今還是堅持 他們原定的石油緩步增產的計畫 那麼另外日前歐盟其實也開始要推動 就是恢復伊朗核協議 所以他們是希望伊朗能夠跟國際 達成一個新的協議來換取美國 解除對伊朗的大部分制裁 並且就可以重返國際油市 不過看起來恐怕還是不足以彌補 俄國能源的缺口 也讓未來油價還是預期會維持在高位 而俄油的禁令不只是打擊到了歐洲國家 其實對俄羅斯自己的影響也是不小的 光是西方目前對俄國的制裁措施 其實俄國每天的原油產能 就已經下降了大約200萬桶 那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預估了俄國今年的經濟 可能就會因此萎縮8.5% 短期內如果俄羅斯他們想要找到一個能夠地補歐盟的大客戶 其實也不容易 那麼即使中國和印度他們最近是趁著俄國能源出口加暴跌之際 他們擴大進口量不過還是不及歐洲 原本像俄羅斯購買的石油量 所以間接地導致市場的供需 現在是陷入了惡性循環 全球恐怕都得為此付出勾昂的代價 以上就這一節的話語大話題 再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